2019年10月1日 新中国七十华代 七十年奋进跨越 是一部辉煌壮丽的英雄史诗 写在共和国 每一座高山 每一天都在 一条大河 写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 空中体队 接受简约 壮阔七十年 奋飞新时代 沐浴着新时代阳光的人民空军 更加深切铭记 蓝天航程党直隐 祖国人民是靠山 一代的空军官兵 用青春 热血和生命书写的 大爱忠诚 镇刻在祖国的蓝天 空军是战略性军种 在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全局中 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按照空天议题 攻防兼备的战略要求 空军 加快实现 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 不断提高战略预警 空中打击 防空反导 信息对抗 空降作战 战略投送和综合保障能力 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 空天力量就跟进到哪里 牢记出息使命 提高打赢能力 走过七十年 光辉历程的人民空军 正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 加快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空军 在世界空天力量竞逐中 赢得先机 赢得主动 赢得优势 赢得人民空军建设发展的 崭新未来 为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 提供空天力量支撑 让人民群众 头顶的家园 更加安宁 祥和 赢得主动 赢得主动 感谢观看